嗨各位好 今天來玩那個工業4.0 自動機器人在戶外工作 開始 帽子的規格 他這個帽也給人家一種 好像在看前面 可是你卻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你 這個帽子OK 身體的部分啊 他搭配了一個雙排扣 然後中間可以快脫的一個設計 最後在魚衣的部分 他選擇了自民品牌的魚衣 然後電池 他本體後面有個開關 開關開啟他就開始動作 我們今天主要的做法是 要讓他在太陽能 可以永遠工作 如何搭配 Fleer CM46 直流勾錶 開關在這 做個開啟 讓他們看到 他就要一直比讚 用在我們的路面 或用在一些公安的地方 他就是可以揮舞旗子 如果用在自己商店開店 他就可以拿著你的商品 先看他最大電流是多少 調到DC 安培 每小時耗多少電流 0.85A 我們算1A 一天要24A 三天就要耗大概70A 順便先測一下他電池的CCA 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他三天要耗70A 然後我一天啊 5個小時就要幫他充飽 三天能取代的東西 所以 簡單的算數就是 70A 除以一天5小時 大概是等於是 14安培 其實我們大概抓一下 一片120W的板子 大概是6安培 所以我們兩片120W的板子 供應給他 就算是三天連續下雨 只要一天出太陽 或有些微太陽 瞬間可以把它充飽 這個任務就可以達成 當然我們有100W 105W 120W 165W 180W 300W 340W 很大一卷電纜線 這些都用不到 我們剛剛推薦是120W的兩片 我們就搬兩片 來 控制器的選擇 OPTI SC 20 SN SN是甚麼意思我是不知道 20就是20A 這顆控制器有甚麼好處 第一個OPTI 台灣太陽能控制器 也算是滿大家的廠商 第二個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設備 所以必須控放置在戶外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IP65以上等級的全防水 太陽能充電控制器 甚麼功用 太陽能板 降壓 充12V 因為我們太陽能板 開路都是20V 有的人問我說可不可以20V直接充電池 是可以啦 可是充不太飽是因為我們的 太陽能板直接接電池 它會一個定電壓 不太有意義 我們的充電控制器主要就是能 升壓跟降壓 這樣才有充電池的效果 而且現在所有控制器都很簡單 太陽能端正負進去 電池端正負進去 這個小電燈就是負載端 負載端之前做招牌是有介紹過的 就是時間控制 光暗控制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控制 跟它做一個力道的銜接 把旗子鎖上 這個旗子打開就是一個旗子啦 然後使用我們的太陽能板設備 只要它原廠搭配了電池 就可能做到永恆 把太陽能板架上去 到時候還可以做一個 太陽能板的微調的部分的設計 因為我測試的數據啊 它將永恆的為你做工 有需要玩樂各種 接近永恆的能源 歡迎訂閱按讚小鈴鐺 小鈴鐺 感谢观看